這是淡水有貓 這個愛鳥的古書 有誰認識牠嗎 牠叫古書 來 俗林繼續說 牠就是喜歡吃這個野貓 然後有一天牠一晚牠去櫃池的時候 最後就在古書 淡水有貓 牠是 牠也是散文的作家 第一 淡水生活報 牠幾乎有個專欄 牠很愛鳥 其實淡水鳥的故事 有幾個地方都有鳥的故事 夫婦跟鳥的演員 牠是愛鳥 牠發起愛鳥的祖籍 這怎麼會知道牠因為愛鳥、餵鳥來發生意外 淡水因為這樣是 這完全是民間 特別要感念牠 做到牠的雕像 這是 介紹牠 要介紹淡水有貓 不是像 那 那 喉童有鳥的故事 淡水的鳥的故事 那金色水漢 不是比較多 可以再延伸到 這個 淡水 淡水的鳥的故事 這個愛鳥的故事 從這裡一支 在那裡 還在延續中 淡水的從間接 也是愛鳥的人 剛才 有和服的引力 也是愛鳥的人 這個 686引力 跟這個 吃手的人說 你們要開可以 你們一個基本證明 要愛鳥 淡水 淡水 這個貓的故事 有很多 好讚喔 這個 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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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吉 這個 王秀吉 這個 王秀吉 蘇陵就可以 這樣 導覽 導覽一個 一個 一個 講師 我們帶人去看 王秀吉的作品 OK 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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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